大家好 这里是正博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1602集的播出 星期四的晚上了 那这次的这个强烈台风 那造成台湾的中南部 有很多地方都有水灾淹水 那北部呢还好 我们这里呢是还好 不过呢还是很关心众生 那这个祈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黄财神的星咒 祈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奉请黄财神 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 祈请多吻天王 黄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车能车那耶稣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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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同门 还有立东带 陈凤梅 越多利 阿润斗 吴小芳 好 又没来家 以林大为 好 我们先奉请大家醉喜 我的财神 公文听完黄财神 请黄财神的加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奉扎巴拉 刹人刹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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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琴五方佛 放五色光 奉扎巴拉 刹人刹那耶稣 额扎巴拉 刹人刹那耶稣 翁蝙 rivers 翁蝙 rivers 翁蝙 rivers 翁 karai 翁嬪 rivers 三人三人一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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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喜欢黄再神 只有自己发财而已 而是还要众生一起得那个离苦得乐 然后呢如果你有犯戒有犯业的 也比较不容易得到财神的眷顾 要这个财神的本身也是护法 尤其是这个黄财神本身是多闻天王的化身 那这个你要守戒律 你要多布施 要多发菩提心 利他比较容易得到财神的眷顾 那要守戒要有正面正情 那这个以前我我们家 那个我姐姐有一个房子很难卖掉 因为这个房子是在麒麟地 是比较难以这个卖出的 然后呢我就叫我姐姐供奉黄财神 这黄财神要供奉的一个特别的法 就是你要准备红色的葡萄酒 红葡萄酒 那那个每天念他的咒 如果你念到十万遍 有得到好的梦式 通常都会比较可以保佑 刚开始求财神不要求太大的愿 求一个小小的愿 那我家里我大姐呢 那一阵子常常念黄财神咒 结果没多久 很难卖的房子竟然就卖掉了 所以黄财神会眷顾 包括我自己的密坛 常常供财神黄财神 红葡萄酒也是 那黄财神其实是这个 在四天王天很容易跟众生相应的 你们可以多多齐请 陈定国 Roy Charles 新军券 祈求财神 四壁观音 我现在才看清楚 是四壁观音 不过四壁观音 它也是可以四彩的 那上面这个念珠是黄破 不是塑胶的是黄破 那想得到这个黄色的四壁观音 四彩的 那也可以跟我联络 好 这个就是这个四壁观音 非常难得有黄色的四壁观音 好 大家可以看看 黄色的四壁观音 因为我以为是黄财神 好 那还有谁 吴秀吉 Bico 神美妹 陈定国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 密教大守护 我们人呢都有一个自我的优越感 那自认为自己呢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好的是可以 但是如果太过优越太过自我 也会产生骄傲的习气 所以今天这一篇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忏悔自我的傲气》 那释迦美佛创立佛教的时候呢 在佛教 在天主另外有六个 这个六大团体教派 那很容易就是影响 当地的这个 当地的团体 那个又称为六师外道 或者沙门六师 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大家就会彼此不服气 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我的信仰才是最厉害的 那这个人在固执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跟石村用餐 弟子呢讲 石村你一定要支持 某个政治人物 我不喜欢听那个 我支持的那个政治人物不好的消息 还有我们在报新闻都不知道怎么报 要避免磋伤的那个 所以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连政治的理念都有看法 我们要报新闻 变成那个 关于政治人物的新闻 有关报导就不能报 怕得罪那个同门 石村也是看了也是笑一笑 石村知道呢 哪些人是为了众生 哪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就是在政治上或者说在社会上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问题是他认为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是正确的 并不相容于别人 没有办法融合于别人 他只认为只有自己对别人错 也会有这样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六师外道他不一定信佛法 不一定相信释迦牟尼佛 他认为他们自己才是对的 那像正佛宗我们今天是用正佛秘法 我们有实修派 但是也会遭到别的教派的攻击 比如说有组织派的 哇他搞建设搞企业搞政治 搞组织的还有行善派 那慈悲嫉妒众生的行善派的 还有苦行派的 过五不食三一不离生 也不倒单这种苦行派的 还有演说派的很会讲话辩论的 那这些派别因为证悟不到这个西方世界 没有办法钦见阿弥陀佛 那看到人家证悟了 就讲人家入魔 也会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 所以这个大家想想看 现在的实在也是这样 当初释迦牟尼佛他证悟佛道 他要推广佛法 真的也是不容易 那这个印度固有的六大门派 那这个婆罗门教 就像基督教耶稣基督 他在传上帝的福音对不对 那当时也有他们 那罗马教派也会认为他们的才会对的 所以呢这个教派跟教派分争跟分争 信仰跟信仰 每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 那这个其实呢 组织啊行善苦行 还是佛法的外向 只有实修 世尊认为只有实修 才是佛法的内向 那外道六世代 当时释迦牟佛时代 外道六世之一的鬼变派 鬼计得逞的鬼 辩论的辩 有个派叫做鬼变派 那以谁为首呢 以穆建连 穆建连尊者 跟那个设立佛尊者 很少人能够变得过他们 那他们就是有大批的信徒 他们的口才什么都很好 穆建连尊者号称神通第一 不过真正神通第一的是我们卢师尊 不过师尊 设立佛呢 在释迦牟佛十大弟子里面 是列为智慧第一的 那他们当时是在统领的六世外道的一个支派 认为自己呢很会有口才很会有辩才 所以呢会有点目中无人 只有我对没有你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直到设立佛偶然听到释迦牟佛的弟子 念了几句的佛的这个祭佛讲的话 比如说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然后他们就慢慢体会到如来的教义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就是你世间上所看到的都是因果 都会有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之后呢 以极灭为乐 与这个大道佛性大道 为最永恒的志乐 他们从来没听过这种道理 才会听了居然就相信了 所以他认为这是最伟大的真谛 赶快设立佛听到之后 赶快跟好朋友穆建年讲 那么他们就认为说 他这个教义是他们没有听过的 也是第一朝圣的 后来这两位穆建年尊者 设立佛尊者 带着他们自己的弟子 来皈依释迦牟尼佛 可见这两个人还是有智慧的 他们知道谁的佛理 还是更超胜的 这个就是尊重佛法 尊敬佛法的 那诗人讲说 过去如来所讲的祭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那这句话也是影响了 师尊自己的一生 师尊讲说 《华原经》里面讲 了达诸世间假明无有时 众生及世界如梦如光景 这世间上的事情 也是种种的无常 然后呢 王阳明的这个梦诗 知识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极 还似合沙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合沙梦功德 时尊常常念这个祭给大家看 你现在所做的功德 仍然像做梦一样的梦功德 于是师尊明白只有实修 才是究竟的 他比较不注重外向 佛法呢 你可以讲佛理 但是也不用太注重什么辩论的 辩来辩去 万一呢 你的认识的佛理也不深的话 这个人家一问可能就问到了 所以这个还是在注重实修 比较重要 注重内修 那么呢 师尊是由内修得到佛菩萨护法 他们的礼禁 然后呢 具足了这个五种佛智 比如说法界体性智 妙观察智 承手朔智 那这个大圆镜智 那反正有如来的 他具足如来的五种智慧 能够莲花化身 能够佛法实修 能够证悟佛道 能够任运神通 能够度一切的众生 到净土去 那师尊明白哦 那能够度化佛法之一 知一切外相的 外道的 有情的 师尊只是随因缘而度化 所以呢 师尊会开台说法 会主持法会 会问世 也是随因缘而度化 但是呢 这个随因缘 毕竟他知道真正的 还是以实修为主了 那除了这个 社利佛跟穆建联 本身领导大教派 他都能够信服 相信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不然的话呢 他如果没有听到佛法 恐怕当时的六师外道 他还走向偏的 偏的那个路了 接下来呢 还有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呢 又有一位大圣者 他也是呢 刚开始也是 这个比较骄傲 也是比较聪明哦 嘿 但是呢 他也算是忏悔自我 傲气的人哦 那大 那个人就是大企业 大企业尊者呢 他的父亲 是在婆罗门 叫很有名的 而且很有钱的人哦 结婚多年 也还没有小孩 但是祈祷一棵神树吧 叫毕波罗树哦 的树神 才得以这个 生了这个儿子 叫大企业哦 命名叫做毕波罗耶娜 毕波罗耶娜 嘿 但是呢 后来就是这个孩子 嘿 这个 将 后来有姻缘 然后归了释迦牟尼佛 大企业尊者呢 本身他是很骄傲的哦 你看 你老爸 你这个老爸是富豪 那你是富二代 对不对 走出来鼻孔去有风 嘿嘿 现在的开门就叫车 对不对 那手上拿的是名牌包包 身上穿的都是名牌的 是不是充满着傲气呢 大企业尊者他年轻的时候 他真的是他家真的是大富豪 所以呢他也是难免有傲气哦 那再来就是呢 他也是很聪明博学 现在的富二代不一定很聪明 不一定那个知识很好 但是大企业的记忆力很好 很聪明什么都学 再来呢他受很多人的尊敬敬仰 那这样子算是骄傲嘛 江温凤你手机你没有声音吗 请问大家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嘿 请问大家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回应一下哦 江温凤好像没听到哦 星宜 陶福云 Andy Front 杨天明 以兴LHR 赖秋长 吴小军 廖金山 石杰 吴秀吉 Bitgo Lotus May 那 Geneer 东东 你要发心做USB的地上经验送的USB 非常的感恩 功德无量 那这个讯息 跟报价在你的Messenger 已经回复你了 Lotus May Bitgo 赖秋长 陈清美丽修音 安琪尔 斯巴拉丹 运财同志道 尚丽修音 刘芷 艾滋 单SY 姚观 达 林 温迪 江威凤 啾啾 王月音 好 艾滋 单SY说有听到哦 哦 现在有声音了哈 欣欣娟说有 欣欣娟说有 安妮安妮说有 好 那就是 嘿嘿嘿 听不到就出去再进来就可以了 好 那大齐业呢 大家我刚讲过 他这个互骄傲的原因 第一个很有钱 第二个他很博学 第三个受很多人的尊敬 当然是会有点傲的 但是他对于释迦牟尼佛 他也是产生了怀疑的态度 要我相信你 你一定要提出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不然我怎么去相信你呢 但是他就常常去听释迦牟尼佛的说法 这一听就听到耳油 耳朵声有耳油 因为佛陀讲的佛法太触动他的心了 对佛法起了 佛陀的智慧起了大恭敬心 直到有一天 他大企业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说法 经过了一个塔叫做多子塔 很多儿子的多子塔 佛塔 看见佛陀竟然在这个塔的旁边静坐 而且呢 修行人静坐的那种 那种安定的情况 令人深深的感动 那么大企业在旁边 看着如来静坐 竟然深深的感动 于是呢 大企业前往去顶礼释迦牟尼佛 跟如来说 我要回忆 所以呢 这个入三魔地真的是可以设招终身吗 是说那文集里面又讲到说 有个禅师 他在高高的身上 这个在静坐 那有个猎人经过了 那他那个每天都打猎 打野猪 打山产 对不对 哇 那看到了这个禅师在静坐的那种庄严 震慑了他的心神 怎么有人能够安静宁静 于是无真 怎么能够像清晰的法流 哇 这么的令人神望 这个猎人看到禅师的静坐 看到出神了 看到非常的崇敬 尊敬 居然发愿 以后不要打猎 不要杀身了 归于佛陀 禅师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 只是安静的静坐 就有这样设招的能力 那还有个地方就是说 那个禅师 有个禅师也是在一个地方 在河流的旁边 然后在静坐 结果那个大洪水来了 大洪水来了呢 看到禅师 洪水自动退去 哇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很大的感应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个修行人的那种正量 所以大企业看到释迦牟尼佛 哇 这么庄严的静坐 他深深的内心感动 他就很恭敬的鼎礼 把他自己傲慢的心收回来 鼎礼的释迦牟尼佛 佛陀啊佛陀 我想要皈依你 佛陀对他讲 我知道你会成为我的弟子 这个时候大企业 一点骄傲的傲气都没有了 后来大企业尊者呢 也是成 他也是少欲知足 成为苦行 头陀行第一 他也是这个释迦牟尼佛 涅槃之后 第一次召集大家来集结经典的 主要的召集人 那大企业的这个修行 苦行是第一 头陀行也是第一 那专注在自己的修行 那释迦牟尼佛 涅槃的时候 大企业尊者正好在北方 弘法 然后呢 这个 在北方弘法 直到如来要涅槃了 赶快赶回去 据说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本来他们要火化 这个释迦牟尼佛 这个火点下来 哇 这个火自动熄灭了 再点下要来烧这个佛陀的棺木 火又熄灭了 原来佛陀在整个地址 大企业尊者来了 然后跟如来告别 那个火才点起来 哇 大企业尊者也是看到这一幕 大家都看到这一幕了 哇 那所以呢 师尊说 那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很傲啊 对不对 师尊家里呢 是这个 非常的 怎么讲 家里爸爸是公务人员 并不是非常的富有 只是勉强还可以全家维持 然后呢 师尊因为 那个家里面的经济有限 所以呢 他去这个 去读免费的测量学校 就是当测量官 所以呢 在这个经济方面 是没有什么骄傲的 但是呢 师尊在才华方面 在智慧方面 在神通方面 在在都是比一般的人更超胜 但是师尊说 我这样子 像我这样的人 需要骄傲吗 那师尊说 我一喊雷声 雷声就会呼应了 我一呼风 喚雨 都会来听我的命令了 这不是空口 说白话 师尊是有证据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俘路上 有没有 印尼干旱大火灾 灾情严重 法王奇雨 干陵 降险神通 在有一年 印尼呢 有连续四个月的大干旱 结果师尊在印尼做法会之后呢 跟大家讲 等一下法会过后 会天降干陵 讲完之后呢 法会十分钟 突然雷声大作 大雨 大雨纷飞 而且是 印尼算是千岛之国 那很多的地方啊 四水啊 苏拉巴亚 那个 三宝龙啊 雅加达 绵兰 这个苏拉维西 各个岛 各个地方 各个省 全部都降雨 解除了他们的干旱 旱灾 这个震惊了 地方 社会 国家 政府 师尊说 他真的是有大神通 实实在在的 告诉大家 师尊说 我有五雷法 如果你们看 先天伏笔 那这个 有五雷印 这个五雷印呢 画在这个手上 用虚空中观想 这个五雷 然后打出去 对不对 除煞防魔 那这个 师尊有学五雷法 不但能够 去 这个 这个 意识鬼神 就是让鬼神 来听命令 也能够请得动 雷神 要风 有风 要雨 有雨 那么师尊在 1994年 十月到印尼 印尼大旱灾 师尊是 起请到 这个西雅图雷上 是了龙王 龙王佛菩萨 跟师尊一起 到印尼 然后呢 十月九号 那天 还是烈日如火 一点下雨的 征兆都没有 然后但是师尊 就在众目睽睽的之下 举了一个手印 指示印 指示天上的龙王下雨 往里降宇宙 于是因 因风 那个大雷包云 对不对 那个我去东南亚弘法 如果呢 那天要下雨的话 下雨之前 会有个大的 黑色的雷包云 在上空 还有闪电 对不对 哇 那时候雷声大作 倾盆大雨 震撼整个印尼 有人问 卢师尊 你为什么有 这样子的能力呢 所以说 这个不是人力所为的 是自己的灵妙本心 也是自己跟 自心和天心 相应的 跟宇宙的本心 能够融入 才能够 能够做 这个做得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 相应的现象 好了 然后呢 师尊就画风一转 又讲到 有个弟子 写了一个 写一封信 这弟子 为什么写一封信 跟师尊忏悔呢 原来这个夫妻 两个吵架 吵架了之后 他发现 我们两个都佛弟子 怎么可以吵架 于是呢 他们 这个师姐叫做什么 莲花美凤 是不是 莲花冒风 跟莲花美凤 跟夫妻 写信来 跟师尊 忏悔 他吵架 昨天我们大吵之后 莲花美凤 就端坐在 合掌 向师尊 忏悔 所以 这个佛夫萨 是调和夫妻 家庭圆满的 重要的主因 哇 他看到 师尊降临 师尊 很清楚的 笑咪咪的 给他磨顶 聆听他的忏悔 然后他也感觉 师尊在对他们 他们夫妻讲 你们两个 还是要继续 保持恒心的修法 然后呢 这个莲花美凤 在朦胧之间 又看到一个小孩 要进到他的肚子里 可是呢 又进不去 所以莲花美凤 跟师尊 忏悔 自己的业障 还很重 所以 没办法 怀孕生小孩 最后祈求 师尊 加持 道行 坚固 不会增长 然后呢 希望下次 有怀孕的喜讯了 所以呢 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 有时候在当下 是个男人 耐德 讲话呢 这个香蕉 你的芭蜡 葡萄 你的苹果 被人家讲到 痛处的时候 一时 这个怒火 中小 都对 无名火 发起来 发起来之后 才后悔 因为在 发怒火的时候 讲出 不该讲的话 我很后悔 嫁给你 我很委屈你 我们离婚吧 讲话越讲越过分 对不对 后来发现不对了 赶快跟佛菩萨 忏悔 我们在家庭里面 如果有遇到这种 一时怒火中烧 没有办法控制的 事后赶快求 师尊 加持 忏悔 会禁除这个业障了 好 那所以就觉得 这个忏悔两个字 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呢 释迦牟尼佛呢 也在路也月 初转法轮 为这个收乔臣儒等 五个弟子为比丘 然后呢 当时呢 大约在这个四年之间 已经收了弟子 上市要看当下 什么事情会生气 只要是生气 就是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了 修行要修到情绪 不为这个事情 所波动 还是要祈求佛 不然将来往生的时候 你的冤亲在所来找你 来让你弄很生气的事情 你一生气忘了念佛 你怎么去 马哈双连池呢 所以活着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去学习 控制自己了 为将来往生做准备了 所以世家美国 后来收了 2250个人 这个庞大的教团的组织 佛经里面常提到 1250人聚 那都是大阿罗汉 就是指当时 释迦牟尼佛 所收的这些僧团 其中有16位罗汉 受释迦牟尼佛的交代 跟他们托付 不要入涅槃 长度时间 受释人供养 那位做众生的福田 佛陀说法的时候 常常讲到忏悔两个字 归佛陀要先忏悔 从而从此以后 也一样要实时的忏悔 那么呢 这个之前所发生的 这个妄念 不好的念头 造的恶要常常去想 然后呢 你这个 这个之前所造的恶 你能够马上觉醒 马上忏悔 后面的这些业障 就会直接消除了 在佛典上讲 这个忏悔呢 就像你穿了100年的脏衣服 但是忏悔之后 马上就洗干净了 那佛经上有讲 如果能够如法忏悔的话 所有的烦恼都会消除 那这个忏悔能够烧烦恼 能够烧化烦恼 忏悔才能够真正将来往生 能够得到四禅的大乐 能够得到余宝摩尼珠 能够延长自己的金刚寿命 能够入常乐的宫殿 忏悔才能够出三界的监狱 才能够开菩提之花 才能够得到佛陀的大圆境 然后能够到非常殊胜的境地 为什么忏悔呢 师尊讲说 这个有一句话最明白的 我其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生之 从生与异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那师尊又谈到 之前的这个夫妻 莲花美凤 获得了师尊的光明的铸照 那所以他可以看到 师尊很清楚笑咪咪的 然后这个在聆听他的忏悔 那这个摩顶就已经给他加持了 那摩顶就给他灾难去除 就是安慰 就是亲近他的心了 那密教一样会有忏悔哦 罗美之说是哦 时刻刻都要忏悔 为往生麻酸 做准备 不能说 我讲话就这么直 我就是很直的人哦 你不要惹我 我会生气的哦 哪怕人家骂一大堆 那就是展现自己很直 将来往生的时候 你直看看 你没有办法去往生了哦 Danny William Hardy 哈达瑞 好 Dick Dion 谢谢大家 密教呢 也有这个忏悔的战绩哦 忏悔的念诵 我大概念给大家听哦 一切世界中所有诸如来 菩萨 阿罗汉 愿皆正知我 与我一切身所造诸罪障 在生死海中 往生及现世 由贪欲 愚痴 慧怒所 奋发 于佛法 生前 师长及父母 阿罗汉 菩萨 随依供养处 并于有情类 有德或无德 制造诸罪业 及教他另造 或付少随喜 放异 维系罪 身于义所造 总其 净无余 我竟如献对 诸佛菩萨前 制成 恭敬礼 以艳患心意 合掌相诸罪 述数数而忏悔 我所造重罪 如佛所献之 我今如是悔 后终不复造 我们在拜忏文的时候 他也有拜过 这一段的忏文 对不对 林文帝怎么样忏悔 请看你的YouTube 请问你的YouTube 有没有看 就是我刚刚念的这一段 对不对 我们四家型的百字民众 金刚萨多也是在修忏悔 我们每一个都是要修忏悔的 这念兽要常常念 明白忏悔的要义 而且最主要明白 自己犯的错 以后永远不要再犯 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 而且要更努力的再去推行道德 例如才师法师 无畏师 林文帝尼写的 我有点看不懂 自己跟自己的佛性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居沙洛首都社会城的 有一位叫给孤独长者 他来到社会城 王舍城的竹林金社 来拜访 释迦牟尼佛佛陀 佛陀告诉他 就说要救济贫苦 贫苦孤独者 是可贵的财宝的布施 但是布施只是求人天福报 施了这个法财 是行善的善行 但是更重要的要法布施 就是你要布施的时候 你财布施 你会将来得到人天的福报 但是还要去说法 借助人们烦恼真正的佛法 就是更大的善行 若实修佛法 才能够究竟的解脱 还有吴卫师 你布施了 你心中不要有害怕 不顾自己的安危 去解救众生 那是更大的德行了 给孤独长者 听了佛陀的开示 深深得到启发了 于是决心建造一座金社 给佛陀说法 这个就是财师兼法师 也用财来布施 也用佛法来布施 哇 所以呢 这个奇缘金社规模 比竹林金社更大更庄严 奇缘金社跟竹林金社 这两大金社 是当年释迦牟尼佛 在说法的两大同法的场所 好 今天呢 这一篇密教大守护呢 要怎么样 你学会忏悔 就是守护自己的心 不放异哦 好 魏鸿林林保佳 王玉智 好 谢谢你们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讲 这个佛陀 佛佛之歌 差点讲成佛陀之歌 佛佛之歌 我们师尊呢 把佛法当作是歌一样 在给大家 我们大家呢 把师尊的佛法去传颂 就像歌曲一样 好 我们来看哦 今天讲的这一篇 叫做智慧与平凡 到底你是聪明的 还是不聪明的 你是大智慧的 还是平凡的人呢 那这个师尊呢 里面讲到 他说呢 他在做梦的时候 梦境 梦到人家在游泳 他竟然在梦里面 跟他讲 说我那个游泳我也很厉害 怎么厉害呢 我可以从高雄西子湾 游泳到提岸旁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呢 师尊是很擅长游泳 他常常跟人家讲 他常常跟人家讲 我可以从高雄西子湾 游泳到这个提岸的旁边 那小孩子嘛 或者青少年年轻的时候呢 洋洋得意 可是到了学佛 原来这种洋洋得意的 也是一种习气 竟然在梦中出现了 哇 神说我这个游过去 我速度一定很快 我可以用仰式的 那那个人 两个人还在比赛游泳 那师尊举这个例子 在梦中 也在跟人家比赛游泳 在梦中也跟人家不服气 在梦中 也要跟人家这样子斗争嘛 所以说 这个呢会造成阿修罗的因果 所以呢 表示说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样的习气 有想要好胜的习气吗 比赛的习气吗 不服气的习气吗 嫉妒的习气吗 哇 这些习气呢 在梦中如果显现的话 要一一的跟佛菩萨忏悔了 以后不要有这样子的习气了 所以呢 这个习气是埋在师尊最深的潜意识里面 等到晚上就不知不觉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所在 所以智慧跟平凡之间 有时候你显现的很有智慧 有时候又显现的很平凡 好 看看Thomas Zinau Lokelia 刘佩琴太神奇了 刚下师尊散会 弟子对父母亲不孝顺 右手指忽然就不痛了 哇 你那个献学献用 很好 这是消除你的业障 好了 那所以师尊讲 假如你常常想要跟人家比赛 都对 好强真胜 什么都要第一 什么都要赢人家 输了就不甘愿 那个境界 就是阿修罗的境界 一直在输跟赢之间打滚 人家有了第一 你的心理上就产生了 我要跟你争 我要跟你争第一 那师尊三说 他以前呢 他是有个性的 年轻的时候也会输不起 对不对 比如说呢 跟小朋友玩橡皮圈 我们小时候有弹珠 有昂阿飘 有橡皮圈 我拿了一点橡皮圈 跟别的小朋友玩 对不对 完了 整头橡皮圈全部都输光了 很不服气 刚刚我还拿了一堆 怎么现在就全部都没有了 畅然若失 不服气的那种心 会非常的懊恼 我怎么可以输你呢 对不对 那个师尊讲出这个故事 所以游泳的那个现象 就是显现出师尊 少年的时候也经常在谈的 我的游泳速度是最快的 我可以从高雄西子湾 游到对面的防波堤 我可以用仰视的 那别人游泳 别人游泳不可以拿第一 第一 只有我可以 那么师尊讲说 有这样子的想法 纵然师尊有这种能力 但是也不能想说我是第一 所以呢 这个有人就说 慧君上师 全中国宗派 就是你第一红法 第一网红 那个我如果听同门家讲 我就上当了 永远不能够有这样的想法 什么叫做第一红法 只有师尊第一红法 只有所有的如来第一红法 那小小的直播算是什么 我们是阿弥陀佛的侍者 是莲花童子的侍者 还有我们在直播 如果没有大家这么每天 这么精进的来支持我 我又如何红法呢 所以呢 人不能够把自己当成第一 只能说这是你的责任 然后呢 法除了讲给大家听 也讲给自己听 除了教大家忏悔 自己才更应该忏悔 所以呢 不敢有一丝一好 认为自己很伟大 很第一 很超胜的心 原来师尊就是在教我们 连那种想要第一的心都不要 这种习气忽然会深入在 你内在的潜意识 将来往生的时候呢 就当做阿修罗 因为阿修罗喜欢第一了 所以呢 所以说你在中阴的境界里面 原本你是显现很有智慧的 那已经看破世间 看破的非常清楚 一切世间的法都是这个无常的 那这个是你的智慧 但是中阴的状态 也可能你的习气出现了 你想要第一的那种习气出现了 你会跟人家争强好胜 会有这种贪念 会有贪的欲望出现 很多无名无知 所以人也要一下子聪明 一下子又无名 对不对 那那种事情 有没有办法过你的心 对不对 没办法化解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智慧去化解 把怨恨化为平衡 心理上不起波涛 心理不平衡 你就输掉了 基础识人讲的这句话 你心理不平衡 你就输掉了 你的愤怒的原因 是因为你心理不平衡 或者是你很喜欢这个人 这个人又跟别人很好 你就吃醋 你就嫉妒了 那种心理 那种贪念 想要别人 永远就是对自己好 只能跟自己好 不能够跟别人好 这种吃醋嫉妒的心理 也是一种习气 要马上这个转化 这个愤怒 要用智慧去化解 众生其实都是虚幻的 那好像你爱这个人 他又跟别人在一起 非常亲密 让你看到了 你心理上产生的一种愤怒 吃醋跟嫉妒 完全显现出来 将来如何化解 将来往生的时候 你嫉妒的那种心出现了 可能因为这种心 这种习气把你带到六道轮回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有智慧的人 必须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化解掉种种的无名 贪嗔吃 种种的执着 真正的功夫 要把它化解掉 没有功夫的 那不过是把你的习气 藏得很深 勉强压制而已 习气呢 不要用藏的 不要用压制的 而是要用智慧去理解的 有一天你到了 你临终的时候 那显现那种现象出来 让你看到你愤怒要照常 有时候在梦中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都要注意了 所以这个修行的功夫 就是在这里 不要说 哇 我现在很有智慧了 我很超觉了 我会讲师尊文集 别人不会讲 我就很厉害 完全都不能这样子想 如果每次读书会直播 不是奉请师尊加持 不是奉请佛菩萨护法加持 如何能够讲得顺呢 所以呢 宁愿把这一切的殊胜功德 回向给 那推从给所有的佛菩萨 根本传承 以这样子为主 自己会越平凡越好了 所以呢 在你的梦中 如果呢 这个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习气 就是这个在梦里面 就是很平凡了 对不对 跟人家争什么第一 输了还会不甘愿 所以师尊讲 说他以前 小时候跟人家玩香鼻精 玩输了 不服气 我要把他全部赢回来 对 才那个梦才出现 原来是一场梦 对不对 哇 有时候赌钱请家荡产 也是有的迷赌 对不对 哇 刚开始小赢 后来就一直输 一直输 那就输了 就赌 就越赌越大 全部输完了 还不服气 对不对 那个就是这种习气 影响的 又卖房子 房子卖掉 卖老婆 儿子女儿都卖掉 所以很多事情要有智慧 那个习气很重要 那师尊说 我以前不会再出现这种习气 没想到昨天晚上出现的这个习气 一定要拿到游泳第一名 师尊连自己的这种习气出现 都要非常的注意 何况是我们呢 所以智慧当然是超越的 但是习气就是平凡的 那到底是智慧跟平凡呢 到底是要智慧还是平凡 所以说我也搞不清楚 那就是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所有的习气都要一步一步的去把它进除了 好看看同门张雨珍 好 梅珍花太郎 金刚星菩萨 小卫章第一 正德 好 那那个 这个正德菩提 Alice Yeo 中南部同门师兄姐 这次凯米台风 带来风雨很大 中南部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Chris Lee 还有 Chinese John 刘沛群 对 中南风说梦里有考验 Low Kelly 阿斯纳乌 好 那今天就是讲到这个 今天这一篇 这个智慧跟平凡 也是在教我们忏悔习气 所以忏悔的事情很多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我来唱歌给大家分享 师尊文集 吴琼 再次师尊文集 孤影的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群 其实我是冉冉山起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柔弱如水 其实我是呼啸的剧风 人说我走心 其实我在一道 没有人能抓得救我 我的心命是不求 人说我走心 其实我在一道 没有人能抓得救我 我的心命是不求 高高山顶里 深深海的心 高高山顶里 深深海的心 ríe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谑 其实我是燃燃山起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 其实我是呼啸的一句风 不要看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实我是染染泉气的彩虹 不要看我是柔柔如水 其实我是呼啸的一句风 人说我早起 其实我在一头 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姓名是无求 人说我早起 其实我在等 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姓名是无求 高高山顶里 深山海底细 高高山顶里 深山海底细 这首歌 我的姓名是无穷 这一次师尊文集 孤影的对话 不要以为我是灰灰的落日 其实我是冉冉升起的彩虹 不要以为我柔弱如水 其实我是呼啸的飓风 人说我走西 其实我在东 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我的姓名是无穷 这个歌词是谁写的 我们的师尊 我的姓名 就是宇宙 无穷无尽的 我的姓名是无穷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 在我的脸书 每次贴文 下面有MP3下载的地方 你可以去找 师尊文集的歌 感动很好听 张宇珍 欧泊 欧泊 欧秋吉说好听 谢谢 温迪六 谢谢 马来音 要看重播了 Alice 梅宏林 Chris Lee 谢谢 鹰大头 风雨太大 你在台中 终于可以 我已经提早下班了 祝你行车平安 Major Sprata 你有习气 花太郎 金刚星 菩萨 宵夜 上帝 正德菩提 好 谢谢大家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 伟大的师尊 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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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同面佛者 同生极乐国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见佛料生死 如佛度一切 真佛宗弟子 是莲花会君 基此作回相 祈愿哥们传上师 愿师尊 常驻世界 常转法轮 无助涅槃 佛体安康 一切度众的誓愿 细节圆满吉祥 祈愿佛光铸造 佛光加持 师尊师母 长寿健康 祈求佛光 护佑所有看直播 看重播的大众 能够得到 师尊如来的智慧 造证佛性 如意圆满吉祥 我们以感恩的心 做观想大礼拜 一拜师尊十方佛 奥白光 阿弘光 风蓝光 观想鼎立 散应 二拜师方 诸菩萨 奥白光 阿弘光 厚蓝光 观想鼎立 菩萨 散应 三拜 护法 金刚 奥白光 阿弘光 厚蓝光 观想鼎立 护法 金刚 散应 四平台 吉首 礼敬 十方 圣贤 好 我们掌声 感谢师尊 感谢皇财神 感谢阿弥陀佛 主尊 也感谢大家 看看现场的同门留言 吉面 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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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忏悔 是师尊 就不用忏悔 其实从师尊 由上到下 到各级弘法人员 到所有的众生 大家都要忏悔 当然师尊忏悔 是示范给我们众生看的 那这个 活佛之歌 讲到 我们的习气 出现在 这个睡觉的 做梦之中 不要以为 白天自己很清净 很智慧 修得很好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习气出现了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说 原来 你还有这方面的执着 谁也不要笑谁 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是 去努力的去发掘 努力的忏悔 努力的精进修持了 谢谢师尊 伟大的开示 我们给神尊佛菩萨 救命 爱斯德鲁 亚比 明天那个礼拜五 还有一集 那晚上在九点三十分 今天生活不文静 网络读书会直播 我们在空中再会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政府天空综合台 文宣队 另外会进YouTube 脸书 谢谢大家 我们度过非常愉快 跟智慧的晚上了 给大家 么么哒 安逸小么么哒 妈 好 大家晚安哦 再见 阿们 阿们